25號是聖誕節大家都知道之外呢 另外12月22號是冬至 這是我們一年24節期裡面可以算是最重要的 又要吃湯圓喔 喔 對啦 12生肖我把它分成4組 來看一下下週的運次 首先第一組豬兔羊的 豬兔羊的不錯喔 運勢暢旺 拔得頭籌 就是什麼東西都搶第一啦 錢財工作各方面事情都越來越好的 好 這個得到5個讚的比喻 好 其實是第二組 狐馬狗的 狐馬狗的呢 下個禮拜比較不好一點 因為它是越幫越忙 情緒低潮 就是你要幫人家本來是好心的 結果幫了人家幫倒忙了 但人家對你有批評 你的心情也不好 所以只有一個讚的比喻 好 下面是蛇雞牛的 蛇雞牛的也不錯 凸顯失利 升圈有望 老闆看到了 看到你確實很拼命很努力 而且有失利 所以有四個讚的比喻 好 最後呢是猴鼠龍的 猴鼠龍的呢 介於中間 不戰天時 但求人和 就是說天時地利下個禮拜可能不怎麼好 但是至少你人際關係方面要把它搞得好一點 所以只有三個讚的比喻 好 這樣下去呢 十二個生肖裡面 我們又選了三個特別好的 其中第一個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的是屬兔的朋友 第二個是事業最強 事業最強應該是方玲 跟方玲一樣屬羊的朋友 所以他的這個 就是下個禮拜嘛 演唱會大成功 真好 謝謝 最後一句 桃花最紅 桃花最紅的呢 欸 是 蘭如捷的屬 豬的朋友 喔 太假了啦 哈哈哈哈 你不假了 好啦 下個月嫁出去 好不好 還好 還好是很想嫁 還是很想嫁 對啊 真的喔 去年很想要正式的結婚 真的耶 婚紗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 真身的女主角 現在會想說 為什麼人家 有老公不是很好嗎 唉唷 欸 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她小時候被算命的講說 她不算的結婚是為什麼 她是亂算的 因為她的命功是 太陽家具門啊 對啊 太陽家具門 本來就是不利於六親 第一個就是 得不到父母的疼愛 嗯 那麼具門 她是不利於婚姻的 所以我們在講 不利於婚姻的組合 太陽家具門 它其實是在排行 前五大之內的 喔 再加上她的福德功 本來就 福德功是看一個人的精神享受 婚姻它其實就是一個精神的享受 好 以這個大運來講 你的夫妻功是地結 所以你就算找到的話 你乾脆也不要 對方是個賭徒 你要他幹嘛 啊 真的 真的嗎 謝謝 可是呢 你如果在這個運上面 你沒有找到 你五十六到六十五歲 你這個夫妻功裡面是陀螺 這個條件也並不是很好 總之 我覺得你還是多留一點錢在口袋自己養老比較好 我一個朋友每天看你們的節目他說 真的很準耶 我每天都要看他們又好好玩 因為他們講得很準 你看準吧 你看就是不用嫁了嘛 來 白光老師我們也來預告下週各星座的整體運勢 來 12月20號到12月26號 太陽開始走入摩羯座了 這段時間各星座的運勢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看 我先把這個一顆星 就要特別注意的這一組呢 我來告訴你 來上榜的有 水瓶座 要注意 欸 玉佩老師水瓶座 水瓶座這一個禮拜呢 捍衛自我真分不休 會有一些白木鬼 然後對你講了一些不該講的話 然後踩到你的死穴 然後讓你呢 從這個椅子上跳起來 然後你會跟他一直吵架吵個不停 然後一定要爭個你死我活 到底誰是對誰是錯的 我告訴你這個禮拜呢 把你的立場好好的表達出來 然後呢大家就會取到一個新的平衡點 OK 再來一顆星呢 還有誰 一顆星呢 還有獅子座 獅子座就是把水瓶座惹毛的這些人 獅子座就是這一群 自以為是很白木的人 你們呢都覺得 什麼話都是你們說了就算 然後你們想的就對 然後別人就應該配合你們的要求 告訴你不是 這一段時間 如果你還是這麼自我的話呢 你跟你的伴侶關係啊 同事之間職場之間啊 關係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那當然就是不好的變化啦 吵架爭論啊什麼的 你要低調回應 來一顆星呢 還有誰 一顆星的母羊座 母羊座呢 這個禮拜呢 高層私壓 代表就是說 你的老闆呢 對你有很多的期望 然後呢 給你很多的目標 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完 你要加速賣金 要趕快把這些事情做完 要不然人家就在後面啊 都一直對你唠叨 吼 那三顆星這組呢 就是這個平常星的 來 天蠍座 方寧天蠍座 天蠍座呢 家務事繁星 耐心處理 可能爸爸媽媽的健康啊 然後家裡有一些狀況啊 或者是小孩啊 你需要費一點心思去照顧他們 耐心處理完就好了 來三顆星呢 還有巨蟹座 健姐上榜 有藍姐上榜 巨蟹座呢 要理性溝通 避免感情用事 理性溝通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另外一半 或你的家人 最近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難搞 然後對你講了一些很機車的話 那或者是啊 就對你很嚴格啊 然後挑剔你啊 然後讓你的情緒上 有很大的一個不舒服的感覺 那也是一樣好好的溝通就好 再來三顆星呢 雙子座上榜 雙子座呢 這個禮拜呢 要跳出框架尋找靈感 其實跳出框架意思就是說 找個地方去走一走 出國去玩一玩 然後去一個你從來沒去過的地方呢 看一看 然後你一些工作上 生活上那些事情 會因為你轉換環境 自然而然呢 就會有一些新的想法了 再來我們來看四顆星 還不錯的 四顆星 雙魚座上榜了 雙魚座呢 這個禮拜朋友相挺 資源到位 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工作啦 事業啦 做生意啦 各方面啦 你需要人家幫忙 需要一點點資源 需要一點點小道消息的 欸 就會有人來幫忙你喔 OK 來 四顆星呢 還有射手座 射手座呢 這個禮拜穩定進展 財運走望 工作的部分呢 就是穩扎穩打啦 做得還不錯 然後呢 如果你是業務啊 這個業績啊 各方面啊 然後呢 都是還不錯的 來 四顆星呢 還有天秤座 賭靈座上榜了 天秤座呢 這個禮拜呢 創新思維 搞定麻煩 本來生活上啊 有一些 讓你擔心的一些事情 你還沒辦法做定奪 沒辦法做決定 然後就會有人 告訴你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方式 然後你可能會改變一下 你的想法 你的信念 然後這些麻煩 自然就解決了 是 搞定的時間 來 五顆星呢 五顆星是 處女座上榜了 處女座呢 這一個禮拜 欸 投資得利 桃花運望哦 五顆星呢 還有金牛座 黃老師上榜 金牛座呢 這個禮拜是主管重用 哇 別人都覺得你表現得很好 表現得非常的優秀 在職場的部分呢 特別的出色 主管對你很重用哦 再來五顆星呢 還有摩羯座 摩羯座呢 這個禮拜呢 時事求是 事業走高 因為太陽入摩羯啊 你開始發光發亮 然後把工作做得很好 然後該照顧的細節 照顧得很好 然後很有責任 然後工作很辛苦 然後但是體力很好 都可以把事情搞定 所以工作的部分做得很好 來 現在我們來加碼 財運的部分呢 是射手座最好 然後桃花最旺的呢 是處女座 恭喜 然後呢 事業最旺的呢 是摩羯座 哇 大家 好